王先生的家族世代居住在洛阳城 只做宫灯的手艺是祖上流传下来的 我这做宫灯啊是祖传 我这从教祖开始做灯 国际的灯不叫灯啊 宫灯啊叫灯笼 老名字叫灯笼 洛阳的宫灯 历史永久的 那全国卖灯都得炮洛阳 在东都洛阳刚刚建成的时候 河北地区的三千多户工匠 被官府迁入洛阳 领居下来 同时杨广又将天下各州几万户富商 迁入洛阳 为洛阳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从那以后 洛阳又重新成为 古代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也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 东都洛阳城 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 占有重要地位 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 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营建东都的工程开工没多久 杨广又有了新的决定 开挖大运河 在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东都的同时 还要动用大量人力开挖大运河 杨广的目的是什么呢 江南的经济发达程度 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而北方的人口和北方土地 可以产出的财富 却不足以供养一个庞大的人口和草体 这使得加强整个北南之间的水路运输 因为水路运输的便利 水路运输的低成本 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 物资军队的调配 都需要有畅通的交通 那么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那当然是水路 605年 也就是大业元年三月 杨广蒸发百余万人 开通缉区 以沟通黄河与淮河 同时 诱发淮南十余万百姓 开挖寒沟 以沟通长江与淮河 公元608年 又令百余万男女百姓 开永济区 公元610年 隋阳帝又下令开江南河 沟通长江与前唐江之间的水上交通 仅仅6年时间 由永济区 通济区 寒沟 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 就全部完工 流淌了1400多年的金航大运河 今天依然忙忙碌碌 运河从诞生那天起 就成为运河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们一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 直到今天 船主老李 从17岁开始 就帮着父亲在运河上跑运输 他的家庭从祖父那一辈起 就生活在运河上 那个时候还是有13顿的船 还没有现在的八百 到几百顿的船 到后来慢慢慢慢的再改变 一直到现在 现在都不要讲了 全部都是干半船 一年又一年 运河上的木船换成了钢船 长舵的祖父换成了老李 唯一不变的 是运河人的生活 还将一代又一代 继续下去 大运河 以洛阳为中心 全长约2000公里 比苏伊士运河长近十倍 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 直到今天 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 大运河 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 将北方的政治中心 和南方的经济中心 连为一体 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提供了便利条件 至今仍在造福眼黄子孙 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迎来了唐宋统一的灿烂文明 巴云河的精神 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不断开拓进去的伟大精神 这里是西部的一段古丝绸之路 其实拥有先进的交通工具 再次行进 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但是 在一千四百多年前 杨广曾经不辞辛劳地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西医寻仗义 隋扬帝本人 他有那种 要和汉武帝 齐始皇来笔记的 就是相比的这种雄心 那么汉代帝国的那种 隋朝要建立一个帝国 帝国的概念 是要在有世界存在感的 是要在这个更大范围内 发挥影响的 要和人交往的 要和人交往 要他有一种努力 要打通中国和中亚 甚至和欧洲之间的 这种交往的通道 自武湖十六国以来 由于战火绵延 各地政权更迭频繁 汉代张千开辟的丝绸之路 为烟尘断绝 曾经的繁荣 早已陨落 大业五年 杨广西巡河右 这次出巡 主要是为了解决 土玉魂 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 维护边境安全 因为就在一年之前 土玉魂的军队 屡屡侵扰张掖等 边关重镇 杨广总领六军 签征土玉魂 取得全胜 丝绸之路重新打通 大随在土玉魂 故地之州 县 镇 树 实行 郡县之管理 这是以往 各朝从未设置过 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齐连山 海拔近四千米 杨广曾经率军队 从这里传过 他是中国历代第一个 也是唯一到过西部的帝王 据史料记载 虽阳帝曾在燕之山 打设宴席 款待高昌王 齐文太 即西域二十七国 来朝见的大臣和使者 来自武威 张掖等地的许多 侍女百姓 也盛装出戏 各国商人 允集张掖 进行贸易 丝绸之路 重新繁荣 隋阳帝在位十四年 曾经二下扬州 北巡突厥 西巡和右 经略西南 朝复琉球 他真正住在长安 不足两年 住在东都洛阳 不足四年 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为了建立一个 幅圆广阔的帝国 成就他的大国之梦 建立一番足以于 秦皇汉武比肩的大业 虽阳帝始终在不停地奔走 但这也给他的人民 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微随的宿王 埋下了祸根 这里是东北的 辽河以东地区 一千四百多年前 一部分高沟丽人 曾经居住在这里 他们还不识进犯辽西地区 开荒十八年 隋文帝就曾派汉王杨亮 率三十万大军 反击了高丽和墨河 对辽西的联兵进犯 公元六百一十一年 隋扬帝决心 彻底解决辽东问题 这年二月 阳光下照 毫发高丽 为什么要打高丽 完成国家统一 实际上是打辽东 当时朝野借以辽东为一 为什么借以朝野 辽东为一 辽东原来是汉朝的四军地 原来是中国统一王朝的一个部分 辽东没有统一进来 国家的统一就没有最后完成 所以说从隋文帝开始 一直到唐高宗 每一个皇帝都打辽东 为什么要打 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 作为一个帝王来说 国家的统一 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公元六百一十一年 魏征辽东 全国各地的军队 水手乃至粮草滋重等 都归聚到卓军 所有人都认为 以打随今天的强盛 平高丽将像平臣战争那样顺利 甚至比平臣还要轻松许多 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 然而此时的隋杨帝根本不会意识到 东正高丽这个决定最终拉开了隋王朝空前危机的序幕 当然也是他个人悲剧的开始 他忽略了 他忽略了辽东半岛 朝鲜半岛 特殊的地理环境 你这个 隋朝的军队出海作战 并没有什么优势 你不善水战 尽管有一支来户尔的水军 那其实也是最后基本上全军覆没 隋军最终大败 战后清点 渡过辽河的三十余万隋军 回到辽河以西的才两千七百人 损失惨重的隋杨帝很快组织起第二次动争 就在高丽马上要弃城投降 击尽成功的时候 有人却从后方匆匆赶到 向杨广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杨玄杆起兵叛乱 杨玄杆时任礼部尚书 负责在河南都运粮草 他扣下了即将运往前线的军粮 起兵造反 许多关隆勋贵子弟纷纷响应 叛乱的兵力已读多达几万人 直奔东都杀去 杨广吻讯后立即下令 从高丽撤军 杨玄杆是杨树的儿子 他为什么叛乱呢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杨广 也就是隋杨帝在他继位以后 曾经对杨树有过猜疑 说杨树如果不是死了的话 我也会把他给灭掉 那么作为杨树的儿子 杨权敢自然心里就觉得很害怕 害怕有遭一日隋杨帝对他下手 隋帝国的各路众臣得知杨树敢造反 怕背极权贵势力 不但杨广命令即纷纷其语逃命 虽然杨树敢吸引了近十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 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 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 杨树敢自杀身亡 第二次争辽东就这样被叛乱所打断 当时追随杨树敢起兵的 还有一大批像李密和李子雄这样 来自关隆集团核心家族的成员 这个现象就标明了 隋朝的统治阶层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分裂 另外一方面 杨树满起兵是第二次争辽战争 很快就失败了 这样就动摇了隋朝的统治基础 使之后的东兵战争获得更多的一个发展空间 公元614年 杨广三征高丽 此时高丽历经三年战争 国立早已不知 只好向隋阳帝认错 并称臣求和 这次东征 大隋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 但是隋朝国内早已怨声载道 天下骚动 据史学家考证 攻打高丽的兵役姚一辆 超过了隋代几项大工程的总和 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 增高丽 一百三十万军队要多少人供给他们吃 铸 还有一些军器 兵器什么的 那要蒸发更多的人来为他们服务 就拿造船来说吧 当时就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几个造船厂 比如在东来 就蒸发了很多人日夜不停的 为他建造战船 那么这些民工就 站在水里头 天天在为他站船 结果腰部以下都升屈了 那么死者呢 也是死了差不多一半左右 蒸疗大军中的大规模逃亡 开始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人 跑步到山东 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 很快 全国就形成了三个农民军集团 即李密宅让领导的瓦岗军 杜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 以及杜剑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 百姓摇起呐喊的时候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爆发了 大业十三年 韩国公李渊 五位富豪李鬼 江都通手王世冲等 手握重拳的大臣 勿约而同纷纷起兵 割据一发 众多士族也加入其中 公元六百一十六年 杨广在万念俱灰之下 带着萧皇后 第三次乘龙舟经大运河 来到江都 与前两次不同的是 这一次却是逃避 而且这一次 他再也没能重返关中孤土 杨广把在长安时 就一直治愈暗头的 名贵铜镜 也带到了南方 他有时依然会揽镜自照 面对镜中的自己感慨道 这么好的一颗头颅 将来会是谁来砍下呢 大业十四年 三月十四日 全副武装的叛军 闯进杨广的寝宫 最终杨广死于江都 丢了江山设计的杨广 早就想过自己会丢了性命 想过后人将会批评自己 但他无法余料 后世人提到隋阳帝 往往会联想到惨暴奢靡等词 最终他还丢了名誉 杨广的悲剧 不只是活泼身亡 更在于他的形象 被厚实刻意的贬低 事实上他推行的很多政策 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境之下 他推行的急了一点 也早了一点 毕竟经过了数百年的 割据战争之后 广大百姓 他需要的其实是安定 他们最基本的要求 是要过上平稳 富足的生活 营建东都 开凿大运河 大同丝绸之路 西巡张业 开发西域 乃至攻打辽东 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 统一多民族国家 杨广还进一步推行 政治制度改革 完善了三省制与科举制度 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作为一位辛劳的帝王 杨广给后世留下了 宝贵的物质财富和制度成果 大业 这个作为昭示杨广满腔报复 力图创建宏图大业的年号 最终只走到了大业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一十八年 应运而起的唐朝 继承了随朝的物质和制度成果 既往开来 并进一步完善 中华民族的历史 即将走向又一个 丙盛的朝代